1953年,毛主席和孩子们的合影,他们都看向伟人的手,看什么呢?这张照片拍摄于1953年下,拍摄地点是北京安定门外郊区某地。照片中,毛主席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,一条宽松的长裤,他低头看向自己的手里。周围的那些孩子们,全都围拢了过来,也都看向主席的手里。 这些孩子都是谁?我不知道,我只认出了一个人,就是主席正对面,那个带着红领巾的高个子女生。这个女孩肯定是李诺,毛主席的小女儿。这些人全都看向主席的手里,他们到底在看什么呢?原来,毛主席的手里,抓着一只知了。这些孩子,全都被吸引了过来。注意看背对镜头的那个个子最低的小男孩。 她的手里,拿着一根长长的竹竿或棍子。我猜,竹竿的顶头,肯定绑着一个网。这个,就是捕蝉的工具。这只蝉,也应该是小男孩所捕获的。我小时候,也造过这样的工具。 不过,长棍的顶头绑的不是网,而是一个塑料袋。这种工具,捕蝉的效率很高。只让你把网口对准支了。轻轻一拉,支了就飞进了塑料袋里。 据此推测,毛主席一行,应该是坐车路过这里。看见小男孩在捕蝉,他们才下车,过去查看。 毛主席为人随和。平易近人,很喜欢和各色各样的人民群众拉家长。 这张照片,不就是毛主席深入群众,深入生活的真实写照吗?毛主席他老人家,已经离开我们47年。 但是,每每看到他的照片,仍然会觉得特别亲切。勾起我们对他的思念。订阅我,一起聊聊。